12月28号 全球首列氢能源氏域列车在四川成都下线 据悉 该列车内置氢能动力系统 最高时速160公里 加轻一次可实现续航600公里 列车前端采用全包设计 深蓝色的车身配合以H2为核心的氢符号 彰显其绿色低碳特征 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和超级电容相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 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在氢燃料电池中进行电化学反应产生 反应产生物仅为水 无任何氮流副产物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辆动力车的话 轻动力的施力车的话 它的补能的话是通过我们的加轻站 就是一般的话 比如说这条车运用到一条商用线路的话 我们会在中途或者是说在首发站或者中点站设定一个加轻站 然后每一节车厢它都会有一个加轻口或者是两个 这个根据实际的设计需求 我们每一节车厢可以同时来加轻 基本上加满一节车的话就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了 进入列车车厢 整车以深蓝色为主色 浅蓝和黑色为点缀 轻元素设计随处可见 列车在内装设计方面主要体现了轻的元素 就比如在这个车的侧面有这个轻元素的标识 列车采动了智慧车窗 可以查询成都市的这种地域特色 也能进行查询 据了解 轻能源视域列车还集成了众多智能前沿技术 在智能控制方面 车辆采用最高等级的自动驾驶技术 赋予车辆自动唤醒 自动启停 自动回库等智能行车功能 我们的车是没有人 全自动 全面的是自动的启动 自动的运行 自动的停止 要自动的折返 全程不需要人人为去干预 车辆就能够实现了自动运行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轻能动力的这种提供的 我们能保证600公里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持续运行 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四域线路的一些规划 可以满足一天的运营旅程的要求 由于摆脱了接触网运行条件的束缚 轻能源适与列车可广泛应用于现存的非电气化线路区段 大幅提升适与车辆的应用范围 同时避免了进行电气化改造带来的庞大基建投入和维护成本 我们车外的设备减少了很多 尤其是高压系统 受电工等设备做了一些精简化的一些处理 就是以40公里长的线路为这个为例 地面长度30公里 地下长度10公里来算的话 我们整个的一次性基建成本要节约10亿元以上 所以说基于这个全寿命周期成本来考量的话 我们这个轻能源的四域车呢 相比传统的四域车 整个的成本要降低10%以上 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产品 在这个成都的这个四域轨道等方面 实现这种商业化的应用